6月1日开始,就又有重磅消息传来 6月1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爱博拉病毒 导致包括一名15岁女孩在内的5人死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总共报告了9个病例 另外4名与死者接触并感染病毒的人 正在姆班达卡的旺加塔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死亡发生在5月18日至30日之间 但直到5月31日才被证实与爱博拉有关 而在当地时间6月1日早些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 刚果爆发爱博拉疫情 该国西北赤道省的姆班达卡报告了6例病例 私人死亡 该国卫生部长龙共多表示 自1976年以来 这是刚果第11次发生爱博拉疫情 在2018年5月 赤道省的比克罗镇就曾经爆发过第9次爱博拉疫情 而于2018年8月 在该国东部爆发的第10次爱博拉疫情至今尚未结束 由爱博拉病毒导致的出血热 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 这种病毒通过体液传播 根据爆发程度的不同 致死率在25%到90%之间 迄今为止 最严重的爱博拉疫情发生在2014到2016年 西非利比利亚 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爆发此种疫情 超过28000人被感染 11000多人死亡 这么多年以来 人类一直无法消灭这种致命性病毒 世卫组织称 刚果民主共和国仍在努力结束该国东部爆发的疫情 这波疫情始于2018年 该国已报告3406例病例 其中2243人死亡 爱博拉疫情在刚果东部爆发时间长 难度大 情况复杂 目前疫情已进入最后阶段 在过去的21天中没有新增病例 爱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21天 这表明疫情可能已得到控制 但要等待两个完整的潜伏期 才能确定疫情是否结束 而第11轮疫情的爆发 又给该国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压力 更重要的是 除了爱博拉病毒之外 刚果同时还要应对新冠病毒和麻疹 这个中非国家报告了3195例新冠确诊病例 和72例死亡病例 而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影响最严重的传染病麻疹 是全球最大的麻疹疫情 自2019年以来 麻疹已经感染了近37万人 导致6779人死亡 在新冠病毒和麻疹两种传染病前后夹击的情况下 又有致命性的爱博拉病毒爆发 刚果在卫生和健康问题上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此 世卫组织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该国抗击爱博拉病毒 同时与新冠和麻疹作斗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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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